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得知了这个消息 在今天早上果然这个 目前是新北市的立委罗智政 他就抛出了这个震撼弹 原来我们都一直以为说 新北应该就是内定由他来当 由他来参选新北市长了 尤其成见人之前不动作也都做出来了吗 想不到他在今天早上 不管是颇文或是他亲自出来 他都讲到了 他确实是愿意为党来承担 但他强调几件事情 就第一个他是被征召的 而不是他主动争取的 而第二个时间点已经不站在他这里了 凯湘哥 我觉得罗智政弃选这件事情 恐怕也不见得 他当然写了一副好像就是说 哎呀我很想越党出征 但是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但我觉得他心中恐怕也不会觉得 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他搞不好甚至某种程度 在他心中的小剧场里面 还有一个小有一块小原地 是觉得自己终于得到一个下台阶 可以避开这一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局他毕竟 不会是一个单纯的选举 就只是跟侯友宜之间 看谁的票比较多 不是这样的 他是牵着到非常多派系的 这些纠葛 怎么说呢 其实最关键的一个点 就在于说 就在于说这个新北市这一块 被视为是苏系根云的地盘 苏系根云的地盘 所以其实原本在这一届 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传出说 哎呀是不是要让苏巧会 直接就上阵了 这个毕竟是苏系少主 苏仁昌这个接班之希望之所计 但后来看起来 似乎是没有办法在这一届上阵 那下一届 下一届苏巧会看起来 就是势在必得啦 那所以反过来讲 从不管是罗志正 又或是林嘉隆 他们心里会怎么想 民进党其实很讲究战功的 通常在一个地方 他们是可以接受生根的 甚至你输得漂亮的话 再起的这个绅士会很高的 那罗志正会怎么想呢 我在这边打 我今天打得跟罗友宜 打得很好 打得很好 哎几乎要赢了 请问一下我下一届 我就能够确定 我能够真赢苏巧会吗 可以吗 那如果不可以的话 那请问一下我在这边打 拼死拼活是要干嘛 我还要冒着一个风险 万一我输了很多呢 哎不要忘记 罗志正在板桥这场选战当中 其实他跟柯志正 打得非常激烈的 他不是一个很稳赢的 一个态势 他不是一个非常强的立委 他自己也有很多 包括他自己跟这个 助理开房间 这样子的一些状况在 那是因为2022整体 这个讨厌韩国瑜的风起 再加上国民党自己 干了很多像不分区名单 这些自毁的事情 让罗志正当选 那罗志正怎么会冒着自己政治上面的这些风险 去跟侯友宜硬拼 如果他跟林佳龙当年拼台中一样 他可以拼一次两次 拼第三次的时候 那也许他会愿意去选 那现在这个局面就不是嘛 林佳龙也是因为这样子 不愿意选新北市啊 因为新北市就是苏系 把他当成地盘在经营 苏小会迟早上阵的 那我是可以在这边撑多久 所以我觉得 对罗志正来说 原本没有人要选 如果苏系又没有人要选的话 搞不好他真的要选 那现在看起来 好像人家也没打算让你了 那这场这个局面你出来选 那岂不是就是 就是一个背后 大家都各自有盘算 就你一个人在前面卖力演出 那背后大家笑你的笑你 扯后腿的扯后腿 袖手旁观的袖手旁观 他为什么要继续选下去呢 所以我觉得 对罗志正也许他会觉得说 哎呀如果你们大家都支持我的话 那我就选啊 那看起来大家没有一定要支持你的时候 那当然他赶快就退啦 那可怕心里面 真的是觉得如释重福 有一个下台阶 所以吴秉锐在现在 那接着马上就发生的意思也是因为 可能要承起这个苏细的力量 继续盘踞在这 吴秉锐出现其实 就很多政坛啊 或是媒体记者都传另外一个 另外一条一条脉络 就是苏仁章对2024是没有绝望的啦 他对2024是没有绝望 所以现在所有事情都要再铺垫一下 那如果新北市这一局 毕竟上次他输给侯友宜输30万票 这几乎是一个很难再打到的门槛 所以这一次大家都觉得说侯友宜再怎么样 可能会不会赢这么多啦 不会赢这么多 不会赢这么多那怎么办呢 那如果不会赢这么多的话 大家都回头去笑苏仁章啊 说你看就是你这个废物 你最废你输30万票 你创历史记录啊 那所以他就要安排一个 看起来不能打太好的 不能打太好的 然后呢 也不会在新北市 然后呢想要借机插旗 我的新北市 我是苏仁章 我的新北市的 这样子的角色 那吴秉锐很适合啊 因为吴秉锐一定输更多啊 吴秉锐很容易输更多啦 因为他的嘴脸比苏仁章更嚣张更难看 你还记不记得牢基法修法 不喜欢这个修法的 可以不要投民进党 然后呢还包括什么 包括说当时 他在这个雅各城的文件当中 去介入了BMT的采购案 然后他还去告网友 他去告网友 然后告网友呢 他还在那边胡扯瞎掰 什么呢 告网友一部分是不起诉 有两位 有几位网友被起诉 是因为那几位网友 真的说的比较过头了 但是吴秉锐确实出现在 那份文件当中 介入这个疫苗采购案 这件事情是板上钉钉的 甚至法律已经认证了 就是有嘛 只是没有说 说所谓三亿美元佣金 这回事情嘛 那所以吴秉锐就选择性的讲说 你看法院还我清白 法院还你清白是说 没有三亿美元佣金 那个部分确实 夸张了渲染了 但是你介入这个疫苗 到现在没交代清楚 像这样子的人 他在新北市 他就很难 该怎么说呢 就是一般民众 稍微用点脑子思考 可能就不太会选择投给他嘛 那他跟苏文昌这个30万票 他就有机会追进嘛 他就不会说 他可能选得很好 像游席婚当时挑战朱立伦一样 只差两万多票 那这样苏文昌这个 颜面无光 他2024如果要跳出来 选这样的正当性 就会因此被削弱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逻辑 吴秉锐是这样的角色 因为他也是苏系的子弟 到时候如果苏小慧 下一届要出来的时候 吴秉锐就散编 这是很合亲合理的 因为加成 毕竟比不上亲女儿嘛 那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那加上说他的形象 恐怕也不是一个 很讨喜的形象 他苏贞昌不用担心说 他到最后如果只输三万票 让我这个输三十万票的 这个主子情何以堪 所以这两个逻辑加起来 吴秉锐现在浮出台面 很多说法是这样 我们先感谢我们的网友 就是王永天的donate 他说支持中天来缴点税 也跟我们说声加油 我们另外的淑惠议员 其实包吴秉锐 还有传说了很多不同的说法 就说其实这个 罗志正等于在被征询的时候 他其实只问了一句话 就是请问苏系有同意了吗 我们苏院长有同意了吗 我们看到一张图 其实包含就是 他有特别去确认一下下 你看他说有没有确定说 这个苏贞昌这边OK的OK再OK 他说新北医院 刚刚就像凯昌哥讲了 就是苏贞昌在主导的 所以如果没有他的支持 他根本就不可能被征询 会是突然宣布不选 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因为你明明就已经大概 知道你要被征询了 那这一次现在突然 在这个时间点 你用时间为由 你把它放掉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以时间为由 这个是非常瞎的理由 为什么 因为今年全台湾的候选人 都只剩下这五个月 包括林志坚还跨县市 张善政等等的 全台湾都剩下这五个月 因为疫情的因素 所以不是你罗智政特别晚 而且罗智政因为他是现任立委 平时本来就有在耕耘 虽然说小选区跟大选区 但我觉得这个时间显然是 硬拿出来的理由啦 那陈思忠还不是一样 陈思忠现在如果下一选 还不是就剩下五个月对不对 那任何人现在下来选 拿到他会变十个月嘛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就像2018年一样嘛 2018年也是罗智政 就有意识想要选新北市长 然后也是这个苏绪就派出 吴炳锐要来跟他搅局 那个时候其实还打得很难看 然后说是不是 就是吴炳锐那边请人去跟踪 这个罗智政 然后才挖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这种传言在那个时候很多 然后外界就觉得 哇民进党的这个内部的刀刀 这个剑骨也蛮可怕的 当然那是他们内部的 这些传言跟恩怨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看到就是 最后吴炳锐也没有 罗智政也没有 就跑出一个阿公阿飘 苏贞昌出来 那所以这个罗智政在新北 当然已经从2018到现在 他已经想非常久了 那18年的那一次被中挫 那他这4年显然也有在准备 不管是在媒体上 或者是说跟小英之间的靠拢 那这一次 他说他5月的时候有被征召嘛 被征询 那第一个问题是谁征询他 是小英亲自吗 还是党内随便一个人 自称为什么英系的人 就跑去问他说 你有没有意愿啊 如果你有意愿的话 我可以往上推荐你 是什么人去征询呢 因为你知道从政人 常常会自己往脸上贴金 就说我告诉你 我有被问过说 是不是要选什么 但是到底是谁问 这是第一个 如果是足够高层的人问 真的是小英找他来 你有意思吗 那就是小英改不定苏贞昌 那小英跛脚了吗 我觉得小英是这个 这一次我们看到 全台湾的这个县市首长 几乎都是小英就是 意志的落实嘛 他去这个征召 或者是他去决定的 那今天如果罗志正在5月的时候 征询他的对象就是小英 或者是小英派的人 然后到最后还是被卡两个月 那是代表说 小英还是如不过苏贞昌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可能就是 根本不是什么真的高层去征询他 就是我说的嘛 一个假一个打着旗号说 这个我可以帮你跟总统回报 你有没有意愿这样 那他就自己表态说 我有我有我有 有问过苏院长吗 那这样就显然就是有点瞎了 往自己脸上贴金 所以这里面的错综复杂 我们不知道说到底是怎么样 但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民进党里面 苏系就是不希望罗志正在选新北嘛 从2018考到2022 那当然这个吴子嘉也讲了一个可能的例子 就是这个不管是谁选苏贞昌都有一个条件 你要输的比我多 对你如果输的比我少 你赢的你差距很少 只有差距15万或20万 不好意思以后新北市不再由苏贞昌做主了 而是由这一位 这一位就可以继续深耕选下一次的2026年 也没有苏巧会什么事了 但是如果不管是任何人输的比苏贞昌还多 苏贞昌就会说你看也不是我的问题啊 就是新北市就这样 也是我输最少 那我还是可以继续听我女儿出来光复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吴子嘉 因为过去他是民进党的党员嘛 所以他非常了解民进党里面的党性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是 这符合苏贞昌个人的人设 他就是这样 我拿不到的别人也别想拿 我做不好的事情别人也别想做好 这个就是苏贞昌的霸气 他的霸气就展现在这里啊 不但是我做错了我要硬拗 别人做得比我好我也不容许 这就是我们苏院长的霸气 所以新北市的这一局啊 有可能在这个苏贞昌个人的自私的考量底下 民进党只是再一次葬送新北市这一局 那这个就与他人无有了 跟别人没相关哦 因为你们是出在你们搞不定这一位苏先生吧 输光头也不在于说别人去搞了什么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民党自己要去解决 他们这个这个光头党的这个问题啦 好我们先感谢一下我们这个网友在里头 其实留言也都很这个热烈 包含罗志正的人选是不是因为输不起 所以才逃走呢 好另外我们先看到今天的这个本土的确诊案例 是32567的32567那死亡个案今天是降到88例 那其实包含我要问一下方伦啊 呃地方小鸡当然苦无一个母鸡可以来带领 那其实刚刚也讲到说议员也提到 今年的全台各县市其实目前都是这个样子 很多人才刚准备起步 或者是像北市也还没决定啊也没进党来说 那新北市议员啊张志豪他就说 因为找不到目前的母鸡到底是谁 所以他们该怎么办呢 还有一张是露出了他跟这个蔡英文的 另外一个是他跟这个赖清德的 他等于直接挂元首跟政府 就政府元首的照片一起 不过呢他也特别讲到一个重点 他说我们还是期待像是部长级的人出来承担 部长级的人就直接说嘛就是部长了啦 好不好陈时中拜托你赶快出来 对就是陈时中了 这志豪你不用再遮了就是陈时中 我帮你讲好不好 他其实想要就是要 因为有一个知名度的人 不管营卧书说老实话 只好讲这个样的言论讲很简单啦 就是我不管你是谁啊 你要把我们这些小鸡都顾好了 那我只要我自己当选就好 你有没有过你有没有当选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知道过去 为什么现在罗智政派来 我讲一个6月23号的新闻 给大家分享一下 代表绿营出在新北市罗智政说 被征召是荣誉 多久 十天 十天而已 那为什么十天前是被征召是荣誉 十天后之 就说这个时间太残酷 这个十天是过了十年吗 天上一间 智政一天人间十年 有没有 这十天之间 你从征召这个荣誉 变成说不好意思太残酷了 我没有办法参选 原因很简单嘛 就是发现 6月23号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什么议题 恩恩案 侯友宜被全世界围攻啊 侯友宜被全世界 中央也打你 地方也打你 所有绿营 不管是1450 不管是彻翼 谁不打侯友宜 感觉不打侯友宜 就好像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打了之后 就一个一个爆出来 不就是1922有问题 打了之后 不就发现说 奇怪中央自己贴错文 还让林楚英这种咖 去说谎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好 那打了那么多 有没有用呢 我们看到的是民调 侯友宜民调有没有掉 有 掉几%而已 那这几%代表说什么 之后可能 我们在一些政策上 或一些表现上 甚至时间一久大家过了 就淡忘掉了 这几%又会涨回来了 换句话说 罗志正宁可能在 这场选战当中 你完全没有任何赢的可能性 更何况你连小鸡 你都顾不好 张志豪你在中和地区 的确你这边属于 比较偏蓝的选区 你喊这样的话 是希望透过这种 部长级的人物 把你的声量带起来 那可是今天为什么 陈时中要照顾你 陈时中为什么 不要去照顾其他人 陈时中为什么 不要扶责全台湾 但是他喊话是前部长 哪一个前部长 他想要听谁 对不对 他想要佳隆是不是 对 那其实说老实话 林佳隆来真的 对他是好事吗 我摸着良心很大疑问 如果我是他 我宁可选陈时中 因为阿中部长 起码干杯的力道很强 大家还是很喜欢 可是你说林佳隆 过去的案子实在太多 过去惹人并遭的地方太多 最近又冒出一个说 你看 蒋万安抄我的台北家 这个真的是更小到买 这种话敢讲出来 他从卢秀业开始抄 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今天 民进党地方的小鸡 不管你要怎么喊 民进党中央 对于这一次的全盘考量 还卡在一个人 就是苏正昌身上 其实今天 为什么说林志健 还卡在新竹出不来 不就是苏系整个 把行政院人马都顾好 这两年没有给你动过 郑文燦上不来 不也是这个原因 如果苏正昌的位置 早就换人做的话 其实我跟你讲 民进党的这一次选举布牌 会布的更简单 其实包含的是 刚刚讲到林佳隆 是不是之前看到 这个报纸上面写 不管他是 一人卡几都等等 当然陈仁中也被质疑说 你一个人要卡几都 但还有一个人 现在也被大家提到 那个人叫做陈建仁 我们的逆风的乌鸦 他特别PO了一篇文 就是说为什么陈建仁 他不考虑选台北市 他这篇里面写的巨细迷 其实也让我们知道 原来有这层原因是可能的吗 他提到说 其实有几个原因陈建仁 为什么有可能当选 但他到底在等什么 可能跟所谓你以为的派系 或是还在瞧 其实未必是有关系的 他提到的是 他有这么一笔 这个所谓的中研院担任的 特聘研究员的这个钱 如果这个钱他同时还有 就是说他选上之后 可能就会不见了 凯翔哥 他其实提到的就是说 如果他现在是以这特聘研究员的话 一个月是有四五十万的薪水 不过台北市长的薪水只有十九万 而且任期是四年 当初他放弃 你看到是他放弃副总统的礼遇 去择优 但是呢 其实如果现在要去择列 去领十九万 对他来说是充满挣扎 你认为这真的是原因吗 讲到这个特聘研究员这件事情 我都还记得那时候我刚刚离开 这个传统的媒体 然后出来当自媒体的时候 其实就在这件事情上面 跟很多人战过 那时候民进党声势如是中天 陈建仁简直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盛骑士 所以很多他的粉丝都跳出来战这个 当时这件事情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还有来龙去脉 总之呢 好像就是某一天 然后呢突然 突然就开始 就开始媒体 几乎同一时间的 开始炒作一个议题 什么议题呢 说陈建仁啊 他放弃了副总统现任的礼遇啊 哇不得了啊 这简直就是高风亮节啊 然后呢 结果后来发现说 这个务事没这么简单 不只是说他觉得他不需要 他觉得他不想要浪费这个钱 他不想要多从国库支出 这每个月大概十四万 十八万元左右 然后呢 结果搞了半天是因为 他呢 去接下了 他呢 同样也获得了 像当时李远哲 获得的中研院特聘研究员 当时为李远哲 量身定做的 这所谓特聘研究员 领一辈子领到死为止的 结果陈建仁呢 他获得了这样子的待遇 他当然就不要领你这个 你这个副总统的 卸焉领域才十几万 他去中研院领那个四五十万 可以领到死 那他当然要啊 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件事情 揭露出来说 所有的粉丝啊 跳出来讲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人家 陈建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人格者啊 他怎么会可以在意这个钱 但事实上他就是去领了 他就是去领了 他就是择优选了一个 每个月可以领四五十万领到死的 而不是那十八万元 只能领四年的副总统现任领域啊 所以人之力之所趋啊 这个其实我也觉得没什么好说 只是你还要 你都已经 选择了对你最有利的 实际获利的 然后你还要把自己吹的一副 好像不得了 简直剩人一样 我就觉得恶心啊 过头了 这是当时的这个状况 那回来讲 回来讲 我觉得陈建仁选台北市场 几率还是很低啦 还是很低啦 那当然这个 我们这个乌鸦兄 对不对也是我们好朋友 他从这个角度切入 当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 可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 陈建仁的出马 一直就是针对赖清德来的嘛 赖清德还是个心头大患 怎么会把陈建仁这张牌 就直接打在台北市呢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新闻 我觉得他可以再发展一下 但是其中有几个讯息 值得大家注意 第一个是 看起来陈建仁应该真的有被征询过 甚至有可能是蔡英文本人 都有问过他这样子的意愿 看起来应该是有这样子的 的机会存在 那所以呢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陈时中的状况 真的很糟啊 这代表陈时中在台北市的状况 真的很糟 过去一个月 我们已经看到三份民调 陈时中掉到第三名 包括正传媒的 包括TVBS的 还有包括ET Today 长期做这个网路民调 虽然我觉得ET Today 这个调查方法 比较不科学啦 它是很特别 但是呢 已经有三份民调 显示陈时中掉到第三 他的这个状况 看来确实很糟 那如果你去看分项分析的话 他的危险之处 更在于 他碰到民进党心中最软的一块 比如说 他在正传媒民调当中 陈时中的民调之所以崩跌 是他在四十岁以下 对不起 四十九岁以下 三个十年 二十到二十九 三十到三十九 四十到四十九 全面崩跌 这些这些 可是民进党最核心支持者 这可是过去两三年 然后民进党可以杀爆 国民党的最核心的 这一群铁卫队 比如陈时中把他们 全部都丢掉了 然后再来呢 再来呢 正传媒民调跟TVBS民调 也陆续看出一些端倪 就是呢 因为这些人走了 他们心中不喜欢陈时中 觉得陈时中就是一个干话王 就是一个迷音的 这个好笑的咖 所以呢 绿白之间是出现了一些 选票的流动 那这件事情当然是这个 如果弄不好 极有可能会重演2018年 像姚文治那样崩跌的状况 因为那时候就是很多 民进党的支持者 也投不下姚文治 最后投给赫文哲 所以这样的状况 确实会让他们觉得 非常忧心 那看起来陈建仁的新闻 会一再出现 就代表觉得陈时中不行的 或是待忧他选举状况的人 越来越多 但陈时中 陈时中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大家 过去一两个礼拜 看新闻 应该看得出来一些工坊了吧 比如说 亲近陈时中人士 的话变多了 包括什么 包括了上上礼拜 放话 下周征召陈时中 然后那篇文章 不是党政协的 那篇文章是从医药县记者 发出来的 这是其一 然后再来呢 还有包括像陈时中有讲到说 什么 这个很多的准备 都已经完成了 然后是有点急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还有我们昨天有报 就是三立的独家 他就是说 他还亲自打给了台北市议员 就是说 现在还是拼防疫没有错 但如果党征召我 就麻烦你们多帮忙了 对之类的 他看起来 这个陈时中人士是有点急的 他可能也嗅到这个气氛 有点不对劲了 不过呢看起来 看起来怎么说呢 我那天听到一个说法很有趣 就说其实真正在拱 陈建仁出来的 还不是所谓阴系的人马 阴系人马心中想的 还是 还是陈时中要选台北市 因为陈时中选台北市 你现在看他 抓民调危险 但是民进党真的很会选举 而且撒喀都的状况 再怎么样 每个人都是有机会当选的 这没什么大不了 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 可以在选战的后来 下半段 后来居上 那陈建仁终究是留着 要伺候赖清德的 要伺候赖清德的 所以呢 所以说弦一阵子 不断在拱陈建仁的 不是这些英系 是所谓的台派人士 是跟赖清德走得比较近的 台派人士 他们就巴不得一定要让 一定要让陈建仁在台北市 这一局里面 最好就当上台北市长 那2024总统他不可能出来选 赖清德就可以顺理成章上位 所以现在你知道 一路交锋 然后结果呢 当这样的消息出来之后呢 就开始不断在劝进陈建仁的时候 陈建仁就开始到处接受媒体专访 讲什么 讲陈时中很棒啊 陈时中真的做得很好啊 陈时中是个很可靠的指挥官 然后他选台北市长也很适合 有没有 前两周 陈建仁密集地出现在媒体当中 你错误解读的话 你还以为他要争取台北市长 不是啊 他就跳出来跟大家讲说 不要再拱我啦 陈时中最适合啊 所以这一局真的非常乱 陈时中很急啊 但是因为你民调真的掉了嘛 那陈建仁现在也不能说很急 那他用急 也是急的说不要再拱我了好不好 老子 老子是出来选总统的 准备选总统的 谁跟你选台北市长啊 那但是又有一批人劝禁 被我想的是赖清德啊 最好陈建仁在台北市这一局 对不对 要么消耗 要么就当选 那2024赖清德就上位啊 所以很复杂好不好 大家再看下去吧 嗯 说话语言其实在今天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张志豪 他不是先挂出 他跟赖清德的合照 跟蔡英文的合照 就是找不到现在目前 他的新北市母鸡是谁 可以跟他一起合照吗 他也不是讲到说 以新北市来讲 过去啊 不管是像是这种部长级的啊 都是要用到这种层级的 他是不是暗示说 立委层级还不够等等的 但是罗继正今天出来讲 他也被记者问了一个耐人寻委的话 他说是不是因为以党的立场 现在只要有派人出来选就好 但你是希望有选就要赢 所以你们之间 你跟党是有一些想法上的落差 他说我不知道党是怎么想 但我当然是希望 出来选就是要赢的 其实很有趣啦 现在就是新北跟台北双北 变成民进党 这个无法抉择的两个城市 原本他们想得好好的 就是这个桃园 郑文燦那边应该守得住 他指派的人或者是什么 然后新北你就少输就好了 然后台北就让这个陈时中下来选 那结果现在陈时中一盘局就打乱了 他现在民调掉到这个第三 而且惨状就刚刚看凯强说的 掉的都是过去 让民进党足以胜选的 这一些年轻或是轻壮的选票 那对对民进党来说 是很伤的一件事情 可是这个是预料之内 也不是预料之外 为什么 其实民进党在台北市 过去都大概是有三成八到四成的盘 看他选情的好坏 三成五到四成的盘 这里面就包含相当一部分的 所谓年轻率跟轻壮选票 还有加上原本的传统率 那在2014年到2018年 这两届的台北市场选举里面 坦白说这一部分 已经被柯文哲掏空了不少 所以才会让姚文哲在2018年输的这么惨 姚文哲本身候选人是一个问题 没有错 但是年轻率被柯文哲掏空 这个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到了陈时中变成防疫指挥官以后 确实在第一年 他是比较中道比较理性 而且台湾的防疫成绩是好的时候 当时被柯文哲吸走了这些年轻率 又回到了民进党 甚至支持陈时中 觉得陈时中是一个专业的政务官 但是随着去年跟今年陈时中 越来越表现的不是时中 而是招惊的时候 这些年轻率又再度的离开了 所以我们看到黄珊珊的民调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高的 就是从去年六七月三级警戒之后 炮打中央疫苗分配不公 还有炮打中央各种防疫的事件 包括环南市场包括北农等等 黄珊珊的民调一路走高 然后陈时中的民调就一路走低 我们刚刚凯翔说 注意到陈时中在台北的一些状况 还有一个状况是非常现实的 在今年的三四月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许多台北市民进党的公职人员 还主动跳出来说 我们支持陈时中下来选 我们叫都抬好了 我们布条那个红布 红地毯都铺好了 只是等陈时中走下来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 没有人再提了 民进党的市议员也好 民进党那个 没人再提了 没人再连说快点提名这件事都没再提 照理说谁最担心没有母鸡 你看张志豪就知道 谁最担心没有母鸡 市议员嘛 高雄市议员国民党籍的市议员 过去两个月 邱宇轩每一个礼拜就要打来说 我们没有母鸡怎么办 市议员最怕没有母鸡 可是大家没有发现 台北市的民进党市议员 没有人再说 赶快决定母鸡 因为这个母鸡 一下来可能是死得更快 就是如果是陈时中 以下现在的民调 所以这个是现在陈时中 卡在这边不上不下的原因 林嘉隆又在那边虎视眈眈 有没有 在那边连这个 那个竞选的一些政见 就一直泡一直泡 还要去拴 主动要跳出来当主角 去拴那个蒋旺安 一副他才是台北市长的主角 他去拴出copy这件事 我心里面只想回他一句话 等你拿到市长候选人的门票再说吧 看起来民进党主义的人选也不是他 所以陈时中最近不是又传出说 他可能不选了 党一直不正招我 然后又一个林嘉隆在那边叽叽叽叽的 当然这些我认为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是陈时中你中 你中 我过去是神 你也炒作了两年都是我 最近只因为防疫成绩 我也是为党扛了很多事 快筛 为什么会给这些乱七八糟的 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些人的需要 对不对 3加11还不是你们范园立委来瞧 我为党扛了这么多 那今天你不要让我 风风风风的征召 我让我一个华丽登场的舞台 他在叮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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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来选台北市长 第一个他的年纪的问题 所以如果他这一场输了 陈时中没有明天了 就退出政坛了 因为他也不可能再选下一次 那要七十回了 对不对 也不可能像当时就是 这些失败者联盟一样 再回锅去当内阁 因为位置都被人家抢走了 所以对陈时中来讲 现在遇到一个麻烦就是 我如果下来选 然后选到第三 选到像姚文志那样 我就没有明天了 我就没有明天了 可是我听到一个传言 就是他不得不选 是说子弹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募款这方面都已经募好 毕竟陈时中过去两年的防疫政策 不管他怎么样 但是让很多人发大财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快筛的市场有多大 对不对 之前不要说疫苗那些传出来的 那些奇奇怪怪的事件 所以他确实让很多人生意兴隆 那这些人现在会不会投桃暴离 想当然了台湾是一个有人情的地方 可是问题是如果他不选的话 人家怎么去投桃呢 对不对 他还是一定要选 如果选一个台北市长 可以募到四五亿的话 那我为什么不选 要我也选 所以这个刚刚讲到乌鸦说 这个陈建仁是因为舍不得放弃那一个月四五十万 我觉得那也 那我比较同意的是凯翔的做法 他有更伟大的安排在那里 他不会只因为钱 因为你选了台北市长 你不是未来的薪水 而是你在选举中间 你会募到多少钱 很多人都很多政治人物选大的 都是为了靠选举发大财的 对不对 都是为了靠选举发大财的 我选一个台北市长 我是现任立委 我选一个新北市长 我现在是现任立委 我去跟你要钱 你敢不给我吗 我还是执政党的现任立委 我要选举你就要赞助一下 所以其实很多很多讲难听一点 就是真的很多限职的 他不断的在选 就是为了要不断的募款发大财 那我觉得所以那个收入 我觉得不是重点 没有人在看以后的薪水的 立委的薪水也很少 立委一个月才二三十万而已 对不对 二十几万而已 他花两三千万在选举 也是不合啊 当然是募到的钱啊 在昨天其实还有一个重头戏 就是在昨天晚上 应该要蛮多人在看金曲奖的 无论金曲奖这一次的入委 还有得奖的人选 你到底认得几位呢 但是在昨天接近半夜午夜的时分 我们蔡总统当然 想当然而而 这个议题他也不会放过 他就PO文说金曲三餐在高雄 里头不管是内容 或是他精选的一些 来自于金曲奖的照片 其实每一张都是相当的耐人寻味的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在下方的留言 当然又被大家灌爆了 譬如说人家就说你应该都已经睡了 而且在打呼 为什么要假装你没睡 那不知道他讲的这个睡是那个睡呢 还是说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 甚至有人说呢 差不多要变成洗脑大会了 你音乐就音乐 一直在蹭一些民主自由 是不是有事呢 不扯到这个字 不扯到这四个字到底会怎么样 那还有人当然很酸 但是说恭喜这个得奖人打赢了这场金曲的选举 元宇宙也有金曲奖 方伦你也是常常在听音乐 你也常常在关注网路 你看蔡英文 每次都会看到他这些不管PO文底下 都会像现贊前 我刚刚今天找了一轮 其实几乎都是负评 我找不太到什么正面的评价 这个东西我认为蔡总统的小编们 应该要负起全部责任 对你除了写出华丽的文枣之外 你最重要应该要是把下面留言 风向顾好啊 你应该要提前跟所有民进党的议员 参选人 这些县市首长讲好 哎我总统发文了 赶快过来帮忙这个天才家伙啊 对不对 你们应该帮我这个正能量嘛 对不对 我们民主台湾的旗号要送出去啊 蔡英文的脸书发文 从过去以来都有一个文青 非常漂亮的文字 华丽的文枣 最后剩下的是什么 最后剩下就是空洞的谈话 请问一下你今天提了这一些 非常优秀的任何一个这个得奖的人 然后呢 你证明了你的民主多元吗 你证明了什么 我会觉得说你去趁这些得奖人 你不如就给他们讲说好 请你们这个继续加油 我们会希望台湾变成一个 最好的这个音乐的创作环境 这样就好了 有些废话不用讲太多 因为很多东西不是你争取来的 反而是你执政之后 开始破坏打压一些 其他不同言论的人 这些有一些得奖人 甚至他唱的歌曲 是因为符合你所期待的想法 当然 我觉得这个东西退回一万步了 音乐就是始终归于音乐 甚至应该要成为商业 你要怎么样可以去获得 广大乐听众大家的喜欢 这才是核心的重点 但是我还是要讲到 今天这一篇 发在他的脸书上 好 我刚刚不是讲说他很喜欢 用华丽的文枣吗 对不对 我来讲一段文字给他听 什么是安定 安定是孩子开学的时候 父母不会烦恼存款不够用 安定是年轻人上大学毕业之后 不会忧虑找不到好工作 安定是你不会在工作了十年后 还是觉得自己买不起房子 这些话 这些听起来很华丽的文字 这些听起来很好听 就觉得对 我们要的国家安定就是这样 这个文字是2012年1月6日 蔡英文自己写的 她写在脸书上 当然了 百分之两万是小编写的 不会她自己写的 但就是破坏她自己的脸书上 大家可以去找 过去这几年 蔡英文的脸书 贴了这么多这么多 美丽华丽的文字 结果哪一句成为真实 为什么最近所有的网友 都很喜欢找出这种 过去这些的音乐 很多过去的这些文字 因为都是你写的 你要负起责任 你要告诉我们你实践了没有 2012年的1月6号 你写了下来这些安定 请问一下现在开学的时候 爸爸妈妈还是不会烦恼 钱够不够用 年轻人毕业 你一样就找到好工作了吗 工作了10年之后的朋友们 我问一下你们 当初投给蔡英文的人 你们现在买得起房子吗 只要这些问题答得出来 我就觉得说 你可能有在认真思考 不然你就是被 塔律班被蔡英文给诈骗 最后我再讲一句金曲奖 我唯一支持朱雪恒那首 塔律班之歌 应该要送金曲奖 展现我们民主自由的风气 让更多人一起听到 我们要先感谢我们的这个网友 何先生 因为他四度就是抖内 那因为他之前有先跟我讲说 他会告诉大家要怎么样来 减少线流的情形 那他在说写的会很长 所以我不用全念 但是还是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他说第一个你不只是要订阅 更要在订阅之后开启小铃铛 并且在小铃铛的部分 你要选择全部 这样就比较不会漏接了 而另外还有像是 这个YT广告比较多的问题 以都市传说的解决方法 他说他开了一个YT小后 试了几个小时好像有点用 但这有可能会影响到 频道的广告收益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在第二个部分 教大家如何去减少 这个YT广告比较多的方法 另外还有增加节目演算法的推播率 就是说如果在节目结束之后 请大家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 来留言 不管是对来宾的鼓励 对我们主播的鼓励 或对制作单位的鼓励 都是好的 他看了其他高流量的频道 留言都是破几百 破几千则的 认为这个方法 应该是会有点用的 而他也跟大家说一声 面对线流 他不愿意躺平 请大家看到他抖内的份上 多多支持 关怀 马上继续聊 大家今天大包裹 现在要来开Turbo 拼近月数了 就靠你们 动动手指冲一波 一起开启小铃铛 转发多多普克 病毒共存的话 当然必须要配套 所以用旺旺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 买的时候记得 输入向下的推荐代码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